我从05年听到福音 然后去团庆 查经 然后进入到建立教会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建教会上面 所以职场上面我的工作会慢慢弱下来 后面就完全交通给神了 然后我就还没有在教会领心服事的时候 我就把工作全部放下来 单单凭着神给我的信心然后去服事 这中间有大概两年的时间 我是没有供应然后做服事 那当然是那个时候日子是比较苦一点的 但是很感恩就是不会饿肚子 神一直都有供应 然后而且在善事上面 我还要尽力去做善事 我记得有一件事情 让很小的一件见证 神给我很大的信心 在10年的时候 我的一个亲戚吧 他就过世了 我需要给他很大的安慰 但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可能是500块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我身上只有这么500块钱 然后我就跟神说 我说我这个月就靠这500块钱过日子 因为我是一个当亲妈妈带的女儿长 这样子的 所以我还要供应我女儿 很感恩 我祷告的时候 神让我爱这个人超过我考虑自己的需要 那个时候就经历了 我就把这笔钱就是给到了 他们的那个账礼上面 然后我就把我的生活交账给主 很感恩当我把这笔钱寄出去 以后第二天 我的微信上面就收到了 一笔500块钱的钱 这笔钱是怎么来的 是在我以前工作的保险公司的一笔佣金 这个保险公司 你离职了 你又把你的资料交给他们的业务员来跟进这样子 那当然佣金不会给到我的 但是很感恩就是 那笔钱给到我 我就打电话过去问 那我说你怎么给我这笔钱 他说是你以前的客户 他续约了这个保险 然后这个佣金呢 我想把它给你 这样子这件事情就 哇让我经历到天父爸爸是真的是与我同在 然后他真的是知道我的需要 也知道我要经历依靠他的这个信心 从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特别经历到神的很多在 生活上供应上面的一些很奇妙的代理 所以我后面到全职服饰的时候 没有因为在金钱上面有顾虑 那么我今天不要紧了 是你敢说是你有一 Movies 在金钱上供应上面的一个数学 是不是? 我说是你这个可以 比我习惯吗? 这什么事情就会让你 感谢观看